大嘎还记得澳门大亨 习米华和郑公小三之间 纠纠缠缠的宅斗故事吗 先简单回顾一下三个当事人 男主角习米华 袁明周超谎 43岁 澳门富豪 身家50亿 郑公陈慧玲 年龄不详 和习米华结婚15年 育有两女Mandy 刘碧莉 孝三 32岁 模特出身 代表作是郁兰友广告 以及前男友陈百林 年初的剧情进行到习米华 答应离婚扶证Mandy之后 又反悔拒绝离婚 求证公陈慧玲复合 不但各种公开示爱 更是把Mandy送回了英国 当时为数不少的人都猜测 Mandy离被抛弃不远了 但事实证明大嘎太小看 Mandy了 地表最强小三不是白叫的 时隔一年 剧组又加入了几个新成员 这让平淡了一段时间的剧情 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掀起了一波新高潮 在相对低调的2017年 Mandy突然又生了个女儿 这已经是第三胎了 明膜的体质真的是很神奇 Mandy和吴佩茨差不多 感觉从来没看过 就轻轻松松 各自生了三个娃娃 刚生完孩子的Mandy 状态好的惊人 不肥不肿 没有皮肺 化了淡妆 身材异议 完全不像刚卸货的样子 没领证的一家三口 还拍了温馨无比的全家福 从亲密照来看 Mandy地位依然很文化 充飞托托的媒体的最新爆料是 在Mandy为洗米华生 下两女一次三个孩子后 洗米华计划将被安置在英国的Mandy 接回澳门同住 从和洗米华传飞门到围棋声 嗨Mandy 一共使用了三年多四年 不到的时间 可以说是非常进取了 其实也难怪他这么拼 洗米华富贵又风流 加上外形年纪在富豪圈里 都属于精品 尽管有高调出双入队的战功 和帽美如花的笑三 也依然阻挡不了 七在桃花的盛开 后院的战争残酷 不输朝堂生孩子 斗正宫 打小四小五小六 看看Mandy 这将近四年的战绩 你就知道他过的也是不负惊心 爱洗米华和Mandy的婚外情 是2014年6月被曝光的之后 感情突飞猛进 7月被拍到亲密约会 11月Mandy化身人肉作店 陪洗米华赌场海皮的照片曝光 做事了 Mandy测飞地位照片见报后 Mandy公开承认了这段婚外情 称和洗米华交往中 并表示自己并不了解 洗米华的婚姻状态 我承认我与周先生 在发展中将来的事 没有人会知道 今日的报道令我有点不知所措 原来周先生的感情状况 不是我所想象的也就是这时 正宫陈慧玲和Mandy之间的争夺战正式开始了 洗米华对两房的安排是正宫主HK Mandy去英国 自己则两边跑 一开始陈慧玲还是很积极争取的 不但公开喊话周太永远只有一个 自己永远不会放手 有外星有身家有才华 众多女人现身是正常使 男人逢场作戏 艺术十分常见 露水情人又岂止一个 而周太永远只有一人 其实一切只是一般普通家庭的事 她还公开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放手 我有在有女友家人 又岂可以轻言放手呢 我一直在努力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家庭 还暗放Mandy 不要脸 Mandy也不甘示弱 陈慧玲秀丈夫送的钻戒 Mandy就迅速晒出一波法式 Kiss的动土 洗米华也很忙 前脚陪太太公开出席活动 后脚又敢去带 Mandy 旅游般戏剧化的事 尽管已经尽力去争取平衡了 两个女人却同一时间怀孕了 真是冤家路窄了 2015年5月20日 Mandy 抢先一步 PoF产生了女儿 见520给洗米华示爱 那天陈慧玲也不甘示弱 在5月30号洗米华生日 这天PoF产让女儿出生 这一招还是很灵的 洗米华立刻扔下了刚生完孩子 10天的Mandy回到了HK长远来看 把女儿的生日和她爹绑在一起 以后生日都得一起过了 只是这胜利的剪刀手 看起来还蛮心酸的 2015年12月 当住全港媒体的面 洗米华和英国返港的Mandy的世界 一托让被公开打脸的战功 彻底冷了心 陈慧玲公开宣布离婚 要结束这段13年的婚姻 一开始洗米华也是答应了 还正式带着Mandy回家 不过等到洗米华发现 这次离婚可能会让她损失 50亿身家的一半时 她后悔了一边当机立断的让Mandy继续回英国 一边死起白赖地求助陈慧玲玩复合 追了半年 在洗米华唱出情歌 当众是爱的公事下 陈慧玲松口了 一家人又齐齐整整了 这边复合得很热闹 那边暂时趁机的Mandy也没见住 2016年6月在洗米华哄 回陈慧玲的同时 Mandy生了第二胎 是个儿子 到了2017年 Mandy三胎都生完了 除了斗正宫 一堆小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七也够 Mandy 忙得 从2015年开始 洗米华的绯闻就没听过 从自曝和洗米华约会的 Miko Chin 倒晒合影的所谓新宠 今年有出了个美艳 不说Mandy的日本模特松刚里娜 两人被拍到在安逸宣婚礼上 公开亲密热舞搭上洗米华后 原本只是小模特的松刚里娜和Mandy 一样突然富贵也不用工作了 日常就是晒太阳秀游艇 一度得宠的松刚里娜 甚至还公开嘲讽Mandy 太能生 而方坚也认为这次Mandy真的要完了 但Mandy还是熬过了这多危急 还多了个女儿半身 吃怪群众都爱看豪门情势 其实我也喜欢看但非得强行分出的赢家输家 个人觉得倒是没必要的 Mandy输了吗 没有 分了几宗亿万豪宅以及几亿现金 生了三个孩子 不管以后是上位还是下岗 她都可以过得很好 正宫输了吗 也没有 没有 Mandy 也有会 Sunday 洗米华的花心 她自己原本就知道 如今她行事一片大好 离婚能分25亿 不离婚在家地位超然 公婆孩子都支持她 进退她都占据着主动权 流水的小4567们输了吗 更不存在了 捞一票就走 谈输赢盈亏就太假了 至于满身桃花债的洗米华 坐拥财富 有老婆 有亲人 还有一堆孩子 没事还能找点新人 她就更没输了 对于财富 多到难以计算的人来说 感情从来就不是排在第一位的 红尘翻滚 就不要自欺欺人的谈